茅草和泥土搭起的簡易住家 聚集出一个小小的村落 几个年幼的新娘坐在新家门口 他们将和陌生的丈夫展开新生活 对他们和娘家人来说 只有结婚这条路 能确保每个人都有饭吃 明年七到九月夏季季风为巴基斯坦带来丰沛的雨水 有利数百万农民耕种 但随着极端气候侵扰地球 雨季暴雨反而淹没巴基斯坦的聚落和农田 尤其是位于东南部的信德省灾情最严重 而随着天灾越猖狂 少女结婚的现象也越加常见 巴基斯坦为成年少女高结婚率曾一度缓慢下来 但二零二任年的一场严重洪灾 让数字再次回升 而这些婚姻仅是新人父母之间的买卖 雨季新娘便未因为结婚而摆脱贫穷 现年十六岁的阿里感叹 两年前结婚时 她天真的以为成为新娘 能获得口红或化妆品 现在却因为夫家贫困 只能带着丈夫及六个月大的孩子投靠娘家 许许多多和她一样的案例 让可能面临同婚的亲少女 试图逃脱这项陋习 原本梅赫塔布的父亲 在她十岁时就想让她结婚 后来因为非政府组织介入 才延后了婚礼 如今梅赫塔布边念书 边在缝纫工作坊进修 赚取微薄的收入 让生活好过一些 不过她是比较幸运的案例 梅赫国在二零二二年 洪水过后的报告指出 极端气候让少女 曝露在风险中 巴基斯坦同婚率估计上涨百分之十八 等于全面抹去过去五年 在减少同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公司新闻两眼编译